我覺得要謝謝Vicky跟Pinky 我們的學生從他們身上 得到太多鼓勵 還有夢想能夠實現那種 就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學生得到了非常多 還有我們家兩個小朋友 我們從小就跟著他們這樣 一起單車 然後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我不用去教 他們就幫我帶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要謝謝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才真正是我們學生的貴人 那一屆真的我可以講說那一次的演講 是第一次他們兩個到我們學校演講 這個學生的那個收穫 然後以後我們陸續都一直安排 直到這個寒假 我們的輔導課 我們都覺得才五天上什麼東西嘛 所以還是安排的是Vicky的亞洲慢慢來 還有青蛤上高原 還有Jerry的那個印尼的那個生態 熱帶雨給寶玉 我覺得那樣給學生是一個更寬闊的視野 所以當我看到這一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Pinky也不簡單 他真的把歷史寫活了 他把那個琉球的歷史 尤其我覺得我自己念歷史 我們長期來都是關注的是歐美國家 都把眼光看得好遠喔 然後鄰居都不在乎 好像那個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一直是個大魔心態吧 就是把鄰居都當成是一個小不點 就不太在乎他們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鄰居 東南亞很好 東北亞 琉球 尤其我們常常講歷史的時候 講某單色事件好像不透過一樣 結果這次的Pinky把琉球寫的 很多的台灣人在那邊的生活 然後他們創造了那麼多的 其實是台灣跟琉球之間的很多的奇蹟 那看到大江建材廠的那個 對說卡米日本政府 都要給琉球人民一個公道 我覺得那個都很感動 那我都跟學生講說 到了神風特攻堆的時候 那個已經是好難過了 對 然後到了那個圓爆館那一邊的時候 看到那個卡米先生的那一對眼神 我好難過 可是從那邊 我也可以看到Pinky 他寫作裡面最重要的 愛跟關懷 真的是大家互相了解 然後那種寬容 包容 整個亞洲其實是一家人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最大的一個深度跟誓言 我真的極力推薦這本書 那真的是不好意思 耽誤大家時間 謝謝 謝謝